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边的人还有观众 观众都是女士客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莫升级打怪 扶摇直上成为令妃 清宫剧延熙攻略实在红翻天 红到穿越到现代餐桌上 皇上娘娘吉祥 欢迎来到我们的延喜宫庭宴 满清格格来上菜宛如满汉全席 古色古香的十道首蝶就非常考究 特别是其中这道江南荷花酥 正是乾隆皇最爱的点心 系里玉太妃就是靠这位 替儿子和亲王向皇上求情 外酥内松白莲蓉甜而不腻 用油酥面团制成这道高颜值点心 果然像是荷花上桌赏心悦目 烟稀铁粉当然得来朝圣 一咬下去 它其实那个酥皮就掉下来了 它里头包的是白莲蓉的馅 然后所以外面不会很甜 然后融合起来其实就蛮好吃的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像贵的 有 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层层叠叠的 可是吃起来也一如我现在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民食相符的感觉 有些东西看起来很好吃 但吃起来不是这样 但它其实看起来就跟它入口的感觉 一样的甜美 身次丰富 完美 你觉得自己像太后了吗 我不想当太后耶 我从以前就想当格格 王妃 不想当太后 大家好 我在帮你们算一个 酸菜白肉锅 为什么我们会算酸菜白肉锅呢 其实满京还没入关之前 在东北就有 因为冷嘛 开胃后的大菜就是酸菜白肉锅 因为乾隆年间 火锅已经风鸣黄市 五星饭店厨艺总监 刘冠林 说菜说得头头是道 因为她的血统正是清朝王爷 她说你叫齐人啊 她说你母亲是正皇妻 你父亲是香皇妻 我才知道什么叫齐人 我以为是奇怪的人 1952年在香港出生的刘冠林 奶奶是格格 父母带了大批金银财宝 从东北转到香港定居 明明从小家里有三个庸人伺候 但刘冠林就是对下厨很有兴趣 通常酸菜白肉都是白汤骨头 跟鸡骨头熬的汤 清淡的汤头一定要选用 来自东北的酸白菜 口感才够清脆 其他产地的味道就是不够正统 刘冠林全部打枪 每一个样你自己都不了解 你就没有办法去解释给你的客人听 这是很重要 客人是来吃饭 是想听故事 想听笑话 不是就是说 他问你什么东西 你都不知道的话 这个餐厅就不用再去了 我还去沈阳研究博物馆 这讲清朝的东西 这是还没有入关之前的 那些历史 那些玩具 那些餐桌 他们大部分都是八角桌 就八大碗 热滚滚的火锅里 以酸白菜为基底 配上手工自制蛋饺 还有肥美奈饺的猪五花 而且每块肉片 都特别卷起来 也是有学问的 皇帝吃的时候也觉得这样 汤汁不会乱甩 吃起来也很秀气 也很皇室贵族的感觉 那如果说就是整片这样乱 在里面乱甩 皇上就很不开心 就是说那个很 就是肉片横沉 然后就这竹子太不甘了 把这只猪给杀了 我觉得它汤头是特别轻 然后就是很干净 然后就觉得没有 不会太油 就吃得很开胃 很清爽 然后它的那个白肉 也是就觉得吃完 就觉得很清爽 不会觉得油膩 还沉浸在酸菜白肉锅的香气中 紧接着再上一道帝王鲜鲍鱼 檀牙的口感配上功力深厚的酱汁 相传也是乾隆皇最爱的菜色之一 鲍鱼的口感它相当的鲜味很足 因为它是用新鲜的鲍鱼做成的 然后它的那个汤汁也非常的鲜美 我还蛮喜欢那个味道的 我觉得它非常的丰富 鲍鱼用的是鲜鲍鱼 所以吃起来格外的软 然后跟有弹性 然后它的汁也做得非常的好 刘冠霖临严选澳洲活鲍鱼 每颗重达400到500公克 用老鸡 猪后腿肉 猪蹄膀 干贝 冬菇 熬煮上72小时之后 再用火腿汁 蚝油勾芡才能入味 因为鲍鱼口感就是 里面可能染不到那个味道 你切出来多一点汁 待到嘴巴里面停留多久的话 就会比较香 气比较足 宫廷宴自然少不了包生赤肚 这道金葱烧关冬刺身也是功夫菜 我这个是关冬的刺身 日本最好的一个刺身 大葱炸过 姜放在里面 高汤 还有蚝油 还有酱油 滚个六七分钟 关火把它盖起来 光是前制作业就很搞刚 刺身先以冷水泡发三天 再加入姜 葱 绍兴酒蒸上一小时 用双汤焖煮收汁 才能让刺身Q彈滑顺 底下秤着心脉的香气非常合拍 感觉那个满脸的胶原蛋白 那如果说你是当初古代的皇上的话 你吃到这一道你会有什么感觉 马上翻绿头牌 口感很软 很Q 然后这个高汤的味道都有吃进去 因为芯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重点就是要让它味进去 这个农蛋都是刚刚好的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 可以看得出很多功夫 海鲜料理高潮迭起 先是一道蟹粉会福建熬度 用的是大扎蟹和大陆黄鱼胶 滋音不慎 刘冠玲还玩西餐创意 特制不是鱼子的鱼子酱来搭配 因为吃蟹粉大部分人家都要吃用醋 我就特别把它改成用醋粒来做 这样子有像分子料理的感觉 这个本来就是分子料理 中菜也可以做成分子料理 可以啊 中国人什么都可以 而花雕遭溜巡龙鱼 在清朝可是当成贡品 毕竟没有鱼刺 才不会伤到帝王后妃 将重达7到10公斤的巡龙鱼 去皮去骨切片 去最细嫩的鱼肉 以温水慢慢泡熟 火大收得紧都会老 温温的慢慢渐进去 那个鱼都会刮 最重要的那一味 就是花雕遭酒的香气 这种可谓滑溜进鱼片里 一上桌就是觉得酒香不比啊 有那个酵心酒的香气 然后这个鱼龙鱼本身的口感很好 然后就是肉质很扎实 有那个酵心酒的香气 所以能够把那个鱼肉的那个鲜美带出来 所以非常喜欢这一道菜 这一次的公平菜 让我觉得说它每一道的小碟都非常的精致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走入以前的皇家 那种贵族的生活里面 别的吃完这一道就觉得自己是皇帝 一整席的帝王饗宴 最后甜品收尾 沿溪铁粉肯定不会忘记这一碗 就是因为脸藕粉不容易消化 温盈洛当然吃到撑 所以刘冠玲加入糯米粉 让口感更加嫩Q 加滴滴也没负担 我原本以为可能吃起来是比较粉一点的东西 然后没想到它这么的糯 然后有点像芋圆那个感觉 对 让你连吃起来呢 我可能没办法 可能会撞到就来了吧 所以体会到 那就是阴落的感觉了 对... 它的那个藕粉的味道蛮浓的 然后它的质地比较Q 然后它做得比较小颗 所以应该不会像阴落那样子的 很难咀嚼 它咬起来其实是比较带弹性的 然后它又不会那么 让你觉得咬不动的感觉 66岁的刘冠玲 前半生的经历 就像它的功夫菜一样精彩 从小是无忧无虑的公子哥 先是来台大面中文系 毕业后 却当了一年半的空少到处飞 飞到咸吾去 转进了无光实色的电影圈 从TVB到寿市 见证了香港电影最美好的年代 竹节里面跟拍电影没什么两样 有主角 有导演 有常务 有周边的人还有观众 观众就是你类似客人嘛 对不对 你怎么做得好 怎么呈现这个画面最漂亮 擁有183公分的身高 当年也是长得俊俏 不过刘冠玲一心要当幕后的制片人 对目前工作兴趣缺缺 然后我做一个警察 我中枪摔家摔了三十次了 摔到胸口都腫了 你进去 如果你做个小咖 你能赚多少钱 中的好了 大的轮不到你 对不对 我还是有时候拍电影的 导演说你插一咖吧 那个也没钱 不要 其实我觉得我做制片 比较有挑战性 三十六年前香港上市出品 由麦德罗 钱小豪主演的卖座电影 《主宰抽居》 就是刘冠玲的第一部电影 从巨物开始做起 之后更是一路捧红 钟楚红 曾志伟 阿B 钟振涛这些A咖 还跟大明星成为好麻吉 他对我很好的 我去接他 他就叫佣人弄早餐给我吃的 刘冠玲在电影圈打滚十年下来 结果二十多部制片 攒了两千万港币的积蓄 只是没想到 钱赚得容易 花得更容易 第一次去澳门 财产就去了半壁江山 人人去来去大概十天吧 回来看看存哲 怎么少了那么多钱 七八百万 人都是想拼嘛 你输完这一把想买一把大一点就赢 谁想你下一把还是输啊 对不对 所以人生赌博是最不好的 这个也是我一个经验 所以我以后都不赌博的 这趟澳门行开了眼界 也让刘冠玲思考 原生下个舞台在哪里 当年澳门正商名流汇聚的西南饭店 最流行吃鱼翅 刘冠玲决定拜师学艺 从零开始 就每天就拿鲍鱼出来晒啊 拿米纸出来晒啊 所有东西都要翻过 接受阳光嘛 对吧 每天搬 搬了大概六个月吧 什么鲍鱼是什么型的 叫什么名字我们的 你没有练习过 你没有摸过 你不会知道这个鲍鱼好不好 藏经是高高在上的电影制片 变成对厨艺一窍不通的学徒 手指上还有深可见骨的刀商 刘冠玲却很能适应 四年半下来 收透了粤菜的精髓 刘冠玲回到香港 则是到半岛酒店 打好西餐的底 因为我认识的那个明星啊 一些国内人都还蛮多的 都会常常去那边吃饭 吃饭的会问我有什么好吃 我说我帮你配好了 所以这个是 变成一个公关的经理 你怎么改行呢 我说我喜欢吃 人的经历一生就变化很多的啦 起起落落的 不是平顺的 不是一直往上的 又往下的对不对 像电脑线那些东西 有什么新校线 刘冠玲之后 还去北京学烤鸭 重庆学做辣 累积一身本事之后 在台湾的鱼翅餐厅 找到宽广舞台 股票最好的时候 鱼翅漱口 一百三十五万台币 一个晚上 厉害吧 我写菜单很厉害的 三万五万十万 之后更是遇到贵人 远东集团总裁 徐旭东挖角 2005年 美国前总统 柯林顿访台 时任总统 陈水扁设宴时 就是刘冠玲 打了一场漂亮的美食外交 他是不吃红肉的 那我就弄了一个豌豆鸡丝给他吃 他那天在餐上 他就吃了两盘 然后他散起了嘛 大家回家 我已经开车回 我回林口 我开了一半 他们打电话来 room service 要叫三盘 我要开回公司 我找不到那个厨房的钥匙 我把那个锁给敲了 煮了三盘给他吃 第二天他叫六盘 我说没有了 人家都还没送来 对不起 重现自己当年怎么收服柯林顿的胃 也让人看见 刘冠玲是如何带厨师的心 麻烦你帮我拿那个豌豆鸡丝过来我炒 谢谢 你在你的厨房都是爱的教育 没有爱怎么活 对不对 一定要有爱 男人有男人的爱 或是同性的爱 用慢火把鸡丝拉熟 再用干净的温油清炒 维持鸡丝的雪白 和豌豆的清香 不管是做菜还是做人 刘冠玲自有一套哲学 我说我不准在厨房讲讲话 不准乱骂人 要跟他讲话 把他带到办公室 做不到我再教你 你不能说开口就骂 没有意思 骂完 你会很开心吗 不会嘛 他会很开心 他根本不开心 他说你的情绪花了来了 做东西也不会好 我们每一个主持人 麻烦跟大家同事 先做人再做事 来台二十多年 如今刘冠玲 已经是台湾女婿 更是以台湾宝岛为家 我喜欢这里 因为香港人脚步比较快 香港人自己都没时间 大部分时间都顾着自己 但是我觉得台湾 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东西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台湾路边不是要板斗吗 随便都可以坐进去吃的 不认识也可以坐进去吃的以前 那他们常常 哪里有板斗的去吃 这是很有 我觉得台湾有一个 很有文化的地方 离开五光十色的电影圈 转进五花八门的厨艺世界 找到自己真正的置业 将近四十年的厨林 刘冠玲精通各式菜系 让他的料理比电影还要精彩 继续做啊 做的不能做为止啊 欢迎收看近期的台湾 我是廖婷娟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爱吃牛肉的人 肯定难忘和牛的鲜嫩肥美滋味 您能想象和牛除了做成烧烤 麻辣锅跟寿喜烧 还能变化出乳肉饭 甚至是夜市的铁板牛排吗 研发出和牛百变料理的老板张维轩 原本在大陆管理零件代工厂十几年 因为像圆梦自创品牌 从门外汉跨入餐饮 还专程飞到日本学习和牛专业 历经惨赔百万的教训 终于成功打响名号 我的个性就是做事情 就做一个极致 我要做好的 我就做出最好的 用实主义者开案过来 肥滋滋的和牛蛇 厚切超过两公分 在高温七八百度的备长炭火上 跟油花一起跳舞 因为油脂丰富 所以下去就起火燃烧 这是一般在牛蛇 很少看到的一个现象 烤到六七分熟 咬尽Q彈六香四溢 吃和牛的前奏 就是要这么过瘾 牛蛇的话 就是只有吃过那种薄切的 然后来到这里就 非一点不可 那我应该试一下这个 就很像吃牛排的感觉 就是都没有看过 这么厚的那个牛蛇这样子 吃下去讲比较夸张一点 好像在跟牛喇鸡一样 四面这样 有种那种焦焦的酥脆的感觉 然后整个吃下去 就是那个非常的好吃 然后juicy 和牛牛小排建立登场 肉质喷发 同样也是大块厚切才有嚼劲 我们起家就真的是 一直强调的我们的牛排是够厚的 因为只有够厚的牛排 你才可以吃到那种牛肉的口感 掌握七八分熟的最佳时机 烤出外焦脆 内红嫩的色泽 口感简直像是烧肉界的黑鲁鱼 吃起来也非常好吃 就是吃了会觉得非常到味 跟在日本也是一样的 口感好特别 而且刚刚好 我刚刚吃的时候 它的那个油脂直接 从嘴巴里面整个上出来 然后还有带有淡淡的那种甜度 中头戏就是日本记录和牛纽约客 舍弃传统烤网 改用铸铁锅来煎 连油都不必放 因为和牛油天然会最好 它可以呈现出一个像是铁板烧一样的香味 那因为我们会觉得 这个太油的和牛在烧烤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产生太多的油耗味 影响肉的皮肤 这块等级最高 纪录A52的纽约客 是日本人最爱的部位 每个礼拜空运到台湾 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是最优秀赏 那是这个礼拜竞标的冠军 我们都会跟肉商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这个月的最优秀赏 来到台湾这样子 但我现在台湾没有什么人 会去这么注重牛肉到这个位置这样子 宛如大理石的油花纹路 光用看的就知道是极品 五分半生半熟配上线磨山葵 吃几片就大满足 非常的软 然后不用咬 然后一下就融化了 大概都可以再吃两三分 比吃牛排还要好 压轴登场的就是市面上 非常少见的鸡鹿和牛腿肉 独特的清香缓解和牛油的腻口 之所以称黑马 因为它是传统 不是那么高级的部位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用一秒钟 就是我们俗称一秒肉 两面一翻就得立刻起锅 因为多一秒都会太熟 粉红色的肉质 直接入口最juicy 她说一分熟 那我怕会太深 然后可是不会 因为它吃起来很甜 然后入口即化的感觉 河牛竟然也能做成麻辣锅 河牛舌 横格膜 纽约克 煎卷肉 精锐进出 还有稀有的秘密武器 河牛筋当然是绝对见不到这样子 对 那板煎肉是真的是 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之一这样 因为它的肉汁特别的甜 麻辣锅的功夫汤头 先以牛骨熬煮48小时 麻辣酱融合四川皮线的辣豆瓣 八角 草果等十多种中药材 光是锅底 张维轩就试了一百多次才满意 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青花椒 那青花椒在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 当然最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单价比较偏高 比一般的花椒还要贵三四倍的价值 但是它的香味跟它的麻度 是一般的花椒比拟不上 我们的不管是一般的大红袍花椒 还是青花椒都是采用四川来的 偏麻的锅底加入香茅 让汤头咸香不腻 温润到不只可以直接喝汤 还能再把汤汁淋上特制的和牛卤肉饭 肉香美味再上一层楼 我从它蒜肉出来吃到那个汤汁 它是微微的麻在你的嘴 在你的舌尖 然后慢慢的就是影响到你后面 它不会刺喉 也不会让你觉得咽喉辣 然后刚才吃到那个卤肉饭的时候 它居然有淡淡花椒的香味 上个礼拜还来拔制食 我怕真的是咬不动 然后没想到这片肉片真的是入口其化 一丝就一咬就烂 觉得很惊讶 很特别 而且这个就是他们的酱汁 真的是很意外 市面上吃不到的 还有这种关西风受洗烧 关键的美味灵魂 要用来自日本的和三盆糖 它大概是一般台糖的20倍的价格 那它因为它碾压了三次 所以它整个糖弄得像面粉一样 对啊 你不讲到我也是面粉 对啊 大家都以为这是面粉 清甜的和三盆糖粉 先在干锅上煎到焦糖化 融合蜜汁酱汁仔细翻炒 包覆细致的鱼下肉 咸中带甜 超级合拍 主要是北海道的和牛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吃起来 就觉得有一股牛奶的香味在里面 它只在煎卷的部位的50%而已 我们在买日本和牛的时候 煎卷是一个大部位 大概10公斤的一个部位 但是我们只有其中的5公斤 可以拿来做这个鱼下肉的火锅肉 受洗烧肉片沾上土鸡蛋液 本来就已经是绝配 再把煎烧过肉片 蔬菜的酱汁精华 做成滑蛋饭 咕溜咕溜滑入口 姜维萱还引进正圈和服 让顾客宛如至先京都 那我想到小时候吃一些 就是妈妈或奶奶做的味道 然后那个蛋真的很棒 它可以吃到那个鸡蛋的原味 超好吃 它把所有的日月精华 都锁在那个蛋里面 就好像刚刚你吃过的东西 都在你嘴巴里面 全部又跑出来 就像交响曲一样 加上一起的时候 整个味道超滑顺 超好吃的 你觉得你可以连吃几块 我觉得五块都不是问题 那会不会太有吗 我觉得没关系 烧肉 麻辣锅 关西寿西烧 和牛吃法超百便 爱牛曾吃的张维萱 为了抢先买到日本最顶级的松板牛 更是连牛的影子都还没见到 就敢砸银蛋炒第一 他是要先付钱给他 然后反正我再给你屠宰 你付的那只钱的牛这样子 那品质好坏什么之类的 都是你就是看运气的这样子 最顶级的松板牛 那时候我们第一头 花了150万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它到底有多好 总觉得总要有人第一个 买一只松板牛回海吧 要不然台湾永远都不会 有松板牛的进来 既然喂牛吃狂 想要找到上等的和牛 张维萱当然要一路找到 产地日本去 除了日本著名的三大和牛 其实北海道富良野的黑毛和牛 肉质也是上等 牛吃品质好不好 亲眼看了最知道 这个鞋底的消毒程序 我们认为真的是 对一个牧场来讲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避免很多 对外来的感染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用了特殊的消毒药水 要跟身价娇贵的黑毛和牛见面 当然得要全副武装 以牛为尊 跟着他们的个体识别番号 他们从出生的时候 就会带上这一些标志这样子 确认他们的 就像他们的身份证一样 那所以每一只到达台湾的和牛 它的生产履历是非常清楚的 甚至可以追踪到它的真主 赴珍珠你是谁 OK 冷静 在注点设意的照料之下 透过秋鞋定期检查 确保每一只牛都是头好壮壮 那刚刚看了牛的心脏 那主要还有它的肺部的状况 如果它有肺炎的话 它们都可以听得出来 那当然最重要的 还有一些消化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牛有四个胃 所以都要去做一下检查 还有另外一边是有肠子 看它有没有蠕动正常 牛圣里到处可以听到 悠扬的古典乐 交响乐之父海盾的乐声 证明对牛弹琴 其实还是有用的 牛的牛脾气都很大 他们如果没有这些 听一些古典音乐 让他们心情舒缓一点的话 可能每天都在吵架这样子 所以说他们一直保持 这个古典乐优養 人家一直放下去 让他们保持心情愉悦 然后不断地吃饲料 如果他们生气 或者是一直 不断地有摩擦的话 还很可能会受伤 那受伤的话 那会导致他们的食欲 他们的身体状况 都会降低非常多 成年的黑毛和牛 可是重达一千公斤 就注尽需要 悉心重料的单牛房 还有马砂机设备 那他们还准备了这个牛胎 让他们抓养 毕竟他毛很多 给他随时抓养都可以 让他心情更愉悦 帮助他的消化 那也是会让他的油脂 跟肉更加的细致 身价不凡的黑毛和牛 吃的也要够营养 不用有基因改造移虑的 配方饲料 而是喂养在地种植的 小麦 燕麦 玉米 讲求自然农法 他们会把自己的这些牛的肥料 送到外面去给人家 当做农作物的肥料来使用 这是一个很天然很好的 那当然他们也是使用 这边的牛吃的也是 富良也在地的小麦的麦梗 做出来的 然后跟他们牛之间 互相做一个循环 和牛续养超过三十个月以后 就送往屠宰场 分切各个部位 马上真空包装 在零到两度的低温环境中 全程保鲜 你看这个油花的分布 这个主要日本和牛 我们当然是先分布 分别它是A5还是A4这样子 它油花的分布率 跟它的肉色 这一块肉的肉色 就是比较薯爬一点 肉会比较轻香 对幼植 部位 疗幼植掌 跟日本牧场肉伤一条龙打同关节 68年次的张维轩 俨然是和牛达人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张维轩完全没有餐饮背景 反而是很会念书的乖乖牌 进厨房的 总有会被烫到的一天这样子 所以这边都有一些 被烫伤的痕迹这样 但是会觉得这是一个光荣的印记 武术人身上很少唱巴的 这样子更融入这个产业的感觉 张维轩不只是台大经济系高材生 更在大三时提前修完大四的课程 赶紧进入职场历练 2000年就只身一人 到深圳的单车零件工厂蹲点 吃尽口头 那个时候的大陆就是一个 未开化的社会这样 偶尔在路上都会有人死在路边 一群人在那里围观 然后就一个人已经死在那里了 很可怕 我到大陆的薪水 甚至连30K都没有 看着其他同业啊 甚至工厂的干部这样子 他们也会 时常想要在那里打牌啊 什么的之内的 然后我就手上就这么一点钱 什么事也不能做 只能在旁边看着干过瘾 赵维萱在大陆当台干 十四年下来 从最基层开始 一路做到管理职 都是为了完成父亲的期待 那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也都到纽约去念书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 我自己一个人在大陆工作的时候 然后看到他们传来的照片 都是在那个 纽约花天酒地的那种感觉 真的就是为了对老爸有交代 父亲过世后 赵维萱开始思考人生的下半场 应该为自己而活 特别是在大陆 常年苦闷做代工 更让他燃起了创业斗魂 我们每天就是从一分一毫 那个每个零件都是几分前 开始来节省的来谈价格 因为我做船长也十几年了 就一直看着这些有品牌的人 都觉得很羡慕 所以到了最后 我觉得自己有梦想 就应该去追逐 我的个性就是做事情 就做一个极致 我要做好的 我就做出最好的 有梦就要去追 要做就要做到底 张维萱勇敢创业 卖起和牛烧肉 但是餐饮门外汉 当然难免得吃牌头 他们其实是专门 给日本人吃的东西 日本人有个坏习惯 就是好的东西 都喜欢自己留下来 所以松板牛的供应商 都是觉得 你不要买 没关系 反正我日本 国内的需求 就已经够大了 所以我们都要去拜托他说 真的 你还是卖给我们 创业初期 还因为叫了太多牛肉 卖不完 库存到过了保鲜期 开始变职 交了非常惨痛的学费 可以用调味的方式 去让它的那个酸味 不会跑出来 因为那个酸度 是一点点而已 对 但是对我们而言 我们就是讲求肉的原味 跟肉的 就是不用过多的调味 所以后来就觉得 没关系要做 就把这些一百多万的肉 全部都丢到垃圾桶 好不容易业绩稳定后 张维萱的理念 更是要让人人吃得到和牛 不必花大钱 再推创举 做成夜市的铁板牛排 来自纽西兰南岛的乐眼 油画均匀 肉质细致 可是2018 世界牛排大赛冠军 先煎再烤 才能有脆度 毕竟台湾人 就是要吃台湾味 那这个和牛 加上了黑胡椒或蘑菇架 再打个荷包蛋 配铁板面 真的是绝配 还有北海道A4和牛纽约克 肉质带有淡淡奶香 丰富的油脂被高温的铁板 完全逼出来 加上各种酱料的吃法 非常接地气 这是其实我第一次吃和牛 非常好吃 它味道很丰富 而且它的肉质很多 口感很好 对 跟夜市牛排比起来呢 跟夜市牛排当然是不能比 夜市牛排的话 一般我们都吃一点一大堆酱汁 然后加上就是可能有一些安全的疑虑 对 我自己看到我都不太敢吃 很有口感 它的部分又很大 温度又刚刚好 来台湾体验这种台湾的感觉 对啊 对啊 如今赵伟萱成了 连日本人都自探不如的和牛达元 这番成绩 虽然父亲来不及品尝到 但也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我还记得最后 最后我可以陪他出国 还是在神户子吃牛排这样子 他从小 从小他就一直带我们吃铁板烧 那个时代台湾是铁板烧的时代 我只能说 以后你想要再吃牛肉 都不需要再靠别人 我就可以给他最好的牛肉 能外汉也能辨职人 张伟萱用行动证明 只要有决心贯彻到底 没有不可能 欢迎收看近期的台湾 我是廖婷娟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您吃过夏威夷的花式铁板烧吗 不知好吃 主厨耍刀玩火更是吸睛非常欢乐 这家台湾唯一的夏威夷铁板烧餐厅 是由一对台日夫妻所经营 台湾女孩贾永华去夏威夷念书 与日桥灰本秋南相恋结婚 她们决定把夏威夷的乐天氛围 带回台湾 让民众笑着品尝她们的爱情料理 一 二 三 我的名字是Sharon 我很高兴认识你们 是你们第一次来这里吗 对 好 准备 你准备吗 开始 准备 对日桥老板 龟本秋南是个台湾女婿 别看她一张志气娃娃脸 耍刀功夫可是非常了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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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过夏威夷吗 没有没有 你们应该去 打从一上桌就掌握节奏 紧紧抓牢逃客的目光 来一场精彩无比的上菜秀 前菜的洋葱塔 先点题的来一堂夏威夷地理课 火山大爆发 大海岸 马尾 欧瓦 库外 和台湾 不 不 其实台湾比较大 好 相信你们的眉毛 我们开始 一 二 三 烈火让洋葱焦糖化 释放甜度 还有快刀片好的甜椒 跟裹上面粉 辣椒粉 糖和盐的脆皮鲜虾 十分绝配 至于虾味 怎麼吃呢 哎呦 那是拿來玩的啦 妳要吃這個嗎 好啊 來吧 我們來吧 來吧 我們來吧 負責上菜的老闆娘 妞妞也是嗨咖 一口抓起來吃才能達到最高機械 整道菜已經 從最左邊吃到最右邊 就變得比較重 那樣子 她一定都可以 欣賞呦 Aaron繼續引領饕客 進入夏威夷的歡樂氛圍 來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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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想看小的還是大的 大 當然大的 好 小心 來吧 準備 1 2 3 很帥耶 她怎麼可以這麼聰明啊 我以為會打到我 然後看大家都滿淡定的 我知道她假裝淡定 但其實我很緊張 師父真的帥呆了 我只能這樣子說 全場的焦點就在她身上 她的秀讓你會把手機放在旁邊 然後目不轉睛的看著她 正所謂抬上一分鐘 抬下十年功 Aaron可是有十二年資歷的 夏威夷花式鐵板燒高手 被火紋身 當然是菜鳥出生前的必修課程 在夏威夷的時候 我的火太大了 然後我的眉毛焦了 所以我馬上去上廁所 看我的臉在經濟 然後沒有了 我很尷尬 一個禮拜以後 還抓炸的 你知道 我看起來 很漂亮 那我不是漂亮 熊熊火焰點燃海陸大餐的食慾 超有鹽氣的北海道干貝 底下襯著玉米松露醬 香氣低原 配上爽口的龍鬚菜 吃得到滿滿鮮甜海之味 洋蔥是用百香果醃製過 所以沒有洋蔥的很重的味道 全部放在一起好好享用 魚排選用肉質細嫩的鬼頭刀 裹上起司粉 百里香 把表皮剪到焦香酥脆 和酸豆醬最對味 上頭再點綴無損解蜜 貨架嗎 貨架 貨架 魚而已 來自南非的活鮑魚 用醬油和日本清酒提味 搭配蒜頭酥的口感 鐵板高溫鎖住鮮甜 超級Q彈又入味 滿鮮甜的 尤其是它的那個 有加的那個醬汁 然後他們的有獨家秘方 然後等於說會把它提味出來 很嫩 尤其因為它剛出來在煮的時候 那個鮑魚的話還是活的 所以真的滿新鮮的 對 滿彈牙的 重頭戲就是加拿大 空運來台的生猛龍蝦 每隻都重達560公克以上 因為夠漆 所以不需多魚調味 直接用少許奶油煎 就超級彈牙多汁 龍蝦真的Q彈新鮮 那它的甜味真的加到好 那它的用鹽剛剛好 吃起來就好像剛剛 從那個魚剛抓出來一樣 很鮮甜 海味一級棒 入味也不妨多讓 羊排以明天香和大蒜入味去燒 再用奶油煎到七八分熟 留住肉質與最佳口感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鐵板燒 因為羊本身其實就是那個味道 但是它用這個手法 可以把羊的味道給去掉 整個在料理的過程中 它其實是非常香的 然後當它上桌的時候 那個香氣是整個衝上來 而且就是不會讓人家覺得 是反感的那種味道 然後它肉質是真的非常的嫩 肥美的日本和牛也吃得到 涼麵煎到酥脆 靜置十分鐘鎖住肉質 再煎一次 降低油膩感 粉紅色的肉質五分熟 大口咬下軟嫩過癮 怎麼會這麼好吃呢 就是吃進去然後爆汁 就是你知道爆汁 這樣子 吞下去就是很香的肉的味道 反正我實在就是太驚豔了 當然要搭配在地的夏威夷火山鹽 提出和牛肉的香甜 油花跟那個肉我覺得入口即化 對 好吃 跟你在日本吃過的和牛比賽 不相相向 對 就是不需要坐飛機到日本 就可以在這裡享受到日本 口感的和牛 鐵板燒大餐後的炒飯 又掀起另一坨高潮 OK 請我來幫你觸碰 對 好 幸好 幸福 對 幸福 對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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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愛你你知道嗎 很厲害 完蛋玩到萬梗齊發 還能把蛋汁拿來寫字 或是來一碗夏威夷道地的 Loco Moco漢堡牌飯 上頭來顆半熟安全蛋 底下秤著肉汁超juicy的漢堡牌 蛋香 肉汁 貨在一起非常下飯 漢堡肉有三種肉 樂園 菲利還有花牛 然後我們切切切切 能做這個 很好吃 在妞妞與Aaron的餐廳 彷彿像是走進任意門 直接來到夏威夷 許多Loco的在地美食 都複製來台灣 像是這道Poke 鮪魚生魚片 就是夏威夷必吃 我超愛啊 就是很多 譬如說在海邊要來個BBQ Party 那大家都會 就是大家負責每個人帶一道菜 很多人就會去帶一盒Poke 然後因為在夏威夷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一樣 口味的Poke 所以就是Poke 就是當地人不可以缺少 一份精神糧食 把鮪魚生魚片 先切成丁狀 吃起來最有口感 拌入美乃滋和魚卵 辣味則要靠美國辣椒醬 是拉差提味 醃製一小時就能入味 Poke有蔥 洋蔥 海鹽 香油 還有我們的愛 非常好吃 對夏威夷有滿滿的愛 因為這裡是福奇朗的病情地 我愛你 愛你 愛你 妞妞大學到夏威夷念餐旅館裡 念完後就在鐵板書餐廳 擔任外場服務 認識了當時還是二十歲大學生 來打工的Aaron 重點是他以前當廚師的時候 就是一個小屁孩啊 他在當廚師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那個副總經理 副總經理 然後遇到就是我們要討論事情 開會啊 講的事情 他都沒有在聽 然後就出很多包 然後我就很生氣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真的很急扯 真的很討厭 他也覺得... 大家也覺得我很討厭 你也不喜歡我 作主 對 對 我不喜歡他 管態度 對 很輕鬆 放輕鬆 你知道嗎 Aaron是夏威夷日喬第四代 從小攤完翹課 大學讀了七年才畢業 表而浪當的個性 直到接觸到花式鐵板燒 才找到人生目標 完全投入工作 大的時候我很年輕 沒有責任 所以我覺得好酷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 所以我... 馬上決定了... OK 兩年OK的 馬上就簽了 媽媽 爸爸有一點生氣 因為兩個人很長的時間 合作六年下來 兩人的同事之情 開始起了化學變化 他就剛好被他前女友甩了 然後我也剛好被我前男友甩了 反正不曉得怎麼樣 然後一起出去的時候 然後我就... 就感覺好像有感覺 然後就那個...對 老人個性的共同點 就是開朗樂觀 相差四歲的姐弟戀 或是文化差異的異國戀 談起來都不成問題 最大的問題 是現實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因為我們第一次約會 然後我就點了 就是很多吃的 因為我很餓 但是他就點了一份那個 炸的章魚餃 我想說你吃這樣就夠了嘛 對 妳看這手很好吃 I'm not very hungry 後來才知道其實他口袋裡 只有六塊錢美金 所以當我認識她 那時候她比我年紀更年紀 她比我年紀更年紀 她會比較責任 她會幫助我 把我的錢更好 交往六年後 認定彼此是終生伴侶 想要成家立業 妞妞與Aaron 梭哈了兩人十年下來的 共同積蓄 回台開屬於自己的餐廳 從零開始 我感覺到它很興奮 它很興奮 你認識新人 你必須學中文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每天都很難 但是你知道 你學會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最無聊的東西 是每天每天一樣 走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不是生活 有時候就是 晚上沒有定位的時候呢 我們就站在店門口 然後我就想著 到底有沒有人會來啊 但是電話也不用想 我還一直在Check 電話是不是壞掉了 就是沒有人打電話來 然後就在這個FB上面 看是不是網路壞掉了之類的 相識 相戀 相守都在夏威夷 所以夫妻倆一定要把夏威夷 那股悠哉 樂天的氛圍 這種歡笑用餐體驗 原汁原味帶來台灣 天啊 有天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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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拉尼的琴弦 波動歡樂七分 只要有顧客過生日或紀念日 整家店的工作人員 肯定比當事人還嗨 有許願喔 許願下次還要來喔 好 下次一定會來 以手作的夏威夷甜甜圈 麻辣沙達代替生日蛋糕 反而格外鬆軟 有口感 甜在嘴裡 暖在心底 因為我覺得我們做的不是 光是食物 我們做的是一個用餐的經驗 我想到那個好幾次 我們幫客人唱那個生日歌 他們感動到哭 他們每次感動到我都很想 我都很感動耶 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 在那個人生中 這麼重要的那個節裡面 我們留下來 那麼一滴滴的印象 對於他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 就是我們做到了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曾經是沒有人生目標的小屁孩 如今成了有肩膀的父親 和餐廳主人 這一段在夏威夷結緣的 台樂練曲 就像花式鐵板燒一樣 繼續燒出燦爛火花 在今天節目中我們看到了 擁有清朝皇族血統的劉冠玲 研發出芫溪宮廷燕 菜色就像她製作的電影一樣精彩 還有張維萱不甘只是做代工 夢想擁有自創餐飲品牌 從門外漢奮鬥成為和牛達人 以及賈友華夫婦 在夏威夷結下台日姻緣 用愛情把當地招牌的 花式鐵板燒帶回台灣 這些都是平凡人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靜節台灣感性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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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